在一条很古老的街上 有一位老铁匠过去是打铁的 因为早已没有人需要那些定制的铁器 而改卖铁锅和斧头和酸狗的那些链子 他的经营方式非常的古老和传统 他人坐在家门的里边 货呢全部摆在家门的外面 他也不吆喝 他也不还假 晚上他也不关门 你无论什么时候从这里走过 你都会看见他在足椅上躺着 手里一个收音机 身旁一个紫砂的茶壶 他的生意也没有什么好坏之说 每天的收入正好够他吃茶 吃喝茶和吃饭 他老了 他不再需要多余的东西 他心里非常的满足 有一天 一位古董商从他家门口路过 偶然的看见了老铁匠身旁的那把紫砂茶壶 因为那把茶壶古朴古朴典雅 紫黑如木 有清代自乎名家戴政公的风格 所以他就走过去 顺手把茶壶拿起来 冲着里边一看 果然壶内有一个印章 是戴政公的 商人非常的惊喜 因为戴政公有捏尼曾经的美誉 据说他的作品现在仅存于三件 一件在美国纽约州立博物馆 还有一件在台湾地区某的博物院 还有一件在泰国的某位华侨首领 是1993年在伦敦拍卖市场当中 以16万的价格买下来的 美元的价格买下来的 商人看着这个茶壶开心得不得了 他想以十万元的价格把它买下来 当他说出这个数字的时候 这个老铁匠先是一斤了 然后又拒绝了 因为这把壶是他爷爷留下来的 他们祖孙三代打铁的时候 都喝着这把壶里的水 壶没有卖 但商人已经走了 老铁匠有生以来第一次失眠了 他把这把壶用了近六十年 并且一直以为它是一个普通的茶壶 现在竟有人要出十万元价格来买下它 它转不过时 过去它躺在椅子上喝水 都是闭着眼睛把壶放在边上 现在他过一会儿 总要坐起来看一眼 他怕别人偷走拿走 而且自己心里非常的不舒服 特别让他不能容忍的是 当人们知道他有一把 这么价值连城的茶壶之后 蜂拥有的问还有没有其他的宝贝 有的开始向他借钱 更有的人晚上来敲他的门 把他的生活彻底的打乱了 他不知应该怎么处理这把茶壶 当这位商人带着二十万元现金 第二次登门的时候 这位老铁匠再也坐不住了 他把左邻右舍全部找过来 当场把茶壶放在桌子当中 他拿起一把虎头 当众把紫砂茶壶砸了个粉碎 后来老铁匠一直卖铁锅 斧头和酸小狗的链子 据说他活了一百岁 就这样老铁匠打破了名利 对新的束缚重获宁静 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 人有时候贪了就会不安的 想一想我们在人间有多少事情 不就是因为我们贪了吗 如果我们今天不贪 我们知足我们很快乐 但是我们今天不宁静了 我们的心不安了 所以我们才生出很多的烦恼 本来有一个母亲生了一个孩子 很开心 生了两个孩子很快乐 因为生了三个孩子都是女儿 她一定要生一个儿子 第四个终于生出个儿子 但是是唐氏综合症 从这个儿子生出来之后 他的家里就变了杂乱无章 痛苦不堪的 所以人不贪就是幸福 人学的宁静一点 可以沉淀出你生活中 杂乱的佛灶 过滤出你的佛浅草酸 安安静静我和你 小看那些不如意 只要你不怕风里 你看人生多么的美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